污染变象汁指数,墨记激怒新加坡人 想商物乐鸡而已,这个新加坡物乐鸡广告 竟然以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的英文宿舍PSI 宣传新款的物乐鸡象汁 又是老老肚肚肯食事咯 新加坡受到附近印尼山火的影响 空气污染指数没多久之前才创新高 这个这么落井的广告,当然激怒很多新加坡人啦 墨记建群情洶涌即刻杀晒塌 承认广告不恰当,强调关注当地的空气污染